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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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收看 秘密好好玩 大家好 我是何篤霖 今天要聊的是 如果你覺得人生很衰 很廢 那請你要注意要觀察明年的運勢 真的 我們人生有的孫子的時候 懂得懂得懂 對 愛注意 不用萬談 你現在覺得很不好對不對 現在就是最谷底了 馬上要攀升了 來 歡迎我們的老師 首先歡迎我們風水大師 陳冠宇老師 各位大家好 台神趕快來看我 盛心來了 來 接下來歡迎湯振偉老師 大家好 來 接下來歡迎艾菲兒老師 哈囉 今天既然要聊這個 歡迎兩位來賓 他們 早該來了這一位 最近有一點衰 怎麼樣 我們過得不好 你們開心嗎 有再變好了 有再變好了 來 歡迎景雯 景雯 台神爺我需要你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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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不能送給你 這本書可以送給我 老師不能送給你 這本風水聖經送給你 送給你 沒有問題 我真的很需要 而且我覺得 我不大會看人 這兩位 自己介入重點了 我們就來看他們眼鏡 勾到的那一塊有多大塊 真的 看起來啊 兩位都都漂亮 好像演藝圈滿多年 都聰明相 看起來 舞台上又能唱又能跳 演戲又能演 但是其實人也沒有全面 是啦 舞台上都很有經驗 私底下 有個數學不好 有個算數不好 就是一個白痴 或者有時候認人不清 我們也是視障 視障 視人不清的障礙 這個待會兒一一來整治 但是說到歷經 我個人是覺得 原來 你不只是在感情這一塊 視人不清 財運也可以 你投資副業 而且房地產都有賺錢 就是股票超慘的賠啊 賠快200 真的 因為那個時候 是我一個好朋友 他們公司上市 然後那時候 我們就一直認認認認 然後後來我朋友說 你不要賣 我們公司股票 絕對會到200 那我同時有一個朋友 一樣投資 然後他在100多塊的時候 因為他們曾經 最高點到100多塊 他說 那一檔股票 因為你的關係我買了 我賺了1000多萬 請問你賺多少 你猜 我60塊也買 80塊也買 現在只剩3塊跟2塊 3塊2塊 對 就算了就把它放在那邊 是什麼股啊 真的 科技股 科技股 股票是我最不敢玩 光電 光電 所以我之後 聽到這裡景聞都 哎呦 阿彌陀佛 真的 真的 所以我 很好的 我以前算命都說 我不適合玩股票 我真的 那你還玩 想說朋友 朋友的公司總是要 停一下 所以之後我再也不玩了 我覺得還是 投資房地產比較好 最保險 但是講房地產之前 房地產也是 因為你也是屬於純錢型的 對 你這個房地產賺不少錢 但你這兩年說 想要賣房子 結果多少賣 我覺得為什麼這兩年這麼難賣啊 他就不景氣啊 真的 那有些出的價 你根本不想賣 你譬如哪一個房子 你出多少錢 人家開多少錢 在哪一區 在松山區 下面有捷運站 2號出口 可是因為 他們出的價 不是我想要的 譬如你開價多少 那我才開六十幾萬 而且還鋼國借口 對啊 鋼國借口 結果人家出多少 出三十 沒有沒有啦 沒有就是 那就我懷疑是你出的 沒有啦 就是低於 譬如說我出大 我開六十八 他給我還個六十二 我就覺得 因為我本來我的價錢 還好沒有下高 你說可以了吧 對 不是 人家都開七幾 我本來就是沒有開高價 可是他在這樣殺 我就覺得 那再看看 你這樣也是在開玩笑 我在開玩笑嗎 你會覺得到底想不 這個屋主到底想不想賣 真的 沒有賣不出去價 因為人家都是開七十幾萬 我就想說你不要給我殺價 我直接抵價 所以我就說 這個就是你的態度了 你有急著要賣嗎 他沒有啦 你那意思是 我在工作裡收入也沒差 當然可以賣 當然好 因為我覺得現在喔 人生我不知道 因為像 之前大家看到 藍結音嘛 然後以前我在香港 其實我們都有認識 我就覺得說 不要讓自己壓力那麼大 有些房子可以賣就賣 真的 然後不要給自己 因為我有貸款壓力啊 你現在一個月 房貸壓力大概多少錢 三十 沒有沒有就是 大家房貸是二十啦 其他的就是 對 就生活開銷 那個沒有管理費啊 什麼的有的沒的 你真的五十八萬就賣了 我跟你講 六十幾萬也還是賣不掉的 現在什麼方法 我們 我們是剛補結構耶 那又怎麼樣 捷運站在樓下 二號出口耶 那又怎麼樣 沒關係 你不缺錢 我缺 可是我覺得 觀眾朋友 我來講喔 你如果 你如果不孫的時候 你交朋友也就要注意 你看看你的朋友 如果他也不孫 你就不要跟他講太多 你不要說話 你不是笨子嗎 這什麼事啊 你幹嘛這樣子 你幹嘛這樣 沒有 我覺得很虛 沒有 我覺得我現在 開始有比較順了 現在 我們先來請艾菲爾老師 幫大家看一下 希望大家都能上榜 哪些星座的人 在2019年的財運最旺 哪些星座的人呢 在2019年財運最旺 那麼現在已經來到 2018年的年底 大家一定很關心到底 2019年 新的年度馬上要來 哪些星座的朋友 是財運最旺 老是選我 不知道 看看幸運之神 有沒有眷顧你 或者是我們的觀眾朋友 來看一下第三名 太陽上升 如果輸入在 醋女座的朋友 要恭喜你了 因為2019年 你是財運最旺的第三名 最主要是有什麼好運呢 是這個房產的好運 而且是買賣接賺 怎麼來說 大家都說 這個房地產的景氣不好 但是呢 若在這個 處女座身上 他們就能夠在 不好的當中 他們就可以逆勢上揚 無論是買房 還是賣房 他們皆能夠賺錢 這個運勢是非常好的 所以呢 觀眾朋友如果說 你是處女座的話 我建議你的 2018年的下半年 基本上你就可以 趕快去看房子 也許2019年 能夠買到適合自己的黃金屋 或者是能夠賺錢的店面 都是非常不錯的 再來我們看一下 第二名上榜的太陽上升 是這個星座 射手座 耶 恭喜你 是 那個財神有眷顧你 看看是哪一個部分 建議你遠行得財 而且呢 能夠依景還鄉 對於這個 最近是吧 他去拍戲了 禮拜四馬上就走了 馬上就飛了 立馬飛 好 那個對於射手座朋友來講 其實2018年 不是他的年 但是2019年 就是射手座一個 非常好的財運年 等於是說 財神在2019年 為你鋪了一條康莊大道 是一個賺錢的黃金路 但是這個黃金路 你必須到遠處去得財 不管你是要東飛西飛 北飛南飛 就是你要出 這個台灣的意思 你就能夠獲得 非常好的財運 而且呢 最主要還能夠 依景還鄉 就能夠把外地財 帶回到家裡面來 謝謝 真的很不錯的 幸福你 好 再來我們看一下第一名 觀眾朋友看看有沒有上榜 太陽上升的景文 因為我剛看了一下他的心盤 他是典型的屬於勞碌命的女生 你的那個房貸 或者是各種貸款 我建議你 你是屬於不能還完的那一種 因為你一還完 事情就對了 所以呢 以景文來講 我覺得你適時的 背一點點小小的 這個銀行的貸款 我覺得對你的參與是有利 我真的快哭了 我都沒有 什麼意思 你中了嗎 沒有 他雙子 你沒有啊 老師 他雙子排提起 他雙子排提起 十二嗎 這個好壞喔 這個財心怎麼這麼穩 來看一下這個天蠍座的朋友 在2019年獲得好財運 是為什麼呢 是財心入庫喔 而且呢 荷包滿滿喔 這個財心入庫是什麼概念 就是未來的365天喔 財心都會落在你的這個財庫當中喔 等於是說你大財小財大財小財 都可以順利的賺到喔 而且呢賺到荷包裡面 是荷包滿滿的 因此呢 有上榜的處女座射手座 以及天蠍座的朋友啊 都是2019年財運比較旺盛的喔 財神一定會去顧問 太顧問 靜雯 你快點去叫一下 其實我 快點過去了 很沒想要跟你說話耶 其實我覺得 景雯來講喔 你是 可以 老師你需要那麼沉重嗎 要要要 麻煩面子給我一下 這還假的 沒有啦 你最近壓力好大 我覺得壓力太大了 放鬆一點 我今天早上來的時候 然後我爸跟人家撞車 他撞到一台冰室 人平安 人很平安 但是要賠好幾百萬 真的 是是是 真的假的 人沒事 還好人沒事 不會啊 改運的方式 你幹嘛開那麼好的車啊 沒有 但是我爸安慰我 還好他開那麼好的車 因為他冰室前面全部爛掉 然後我爸就是那時候 他就是有稍微昏倒一下 然後我打電話給我爸 我爸還安慰我 我爸說 還好對方開的是冰室 因為我看到照片 我想說車子怎麼爛成這樣啊 是你爸開冰室還是對方開 對方開冰室 然後我就想說 冰室車怎麼爛成這樣 然後我爸說他有昏迷一下 然後醒過來 我爸就說還好對方開冰室 因為他兩個人都沒事 對然後我爸就說 因為冰室可能很用 所以就是這樣 兩個人就是都平安這樣 然後我爸就說 還好他醒來 他覺得 他還可以看到我們 他就覺得說命還在 真的 對那我想說 我怎麼今年怎麼 這財運真的是爛到爆 因為好不容易可能 我房貸要繳完了 現在可能要賣房子賠錢 沒關係你房貸繳完 我還一大堆 我比你更衰 那我就舒服多了 我比你衰很多 我的房貸還有30萬 我建議這個景文 因為我剛剛看一下他的心盤 他是典型的屬於老路命的女生 你的那個房貸或是各種貸服 我建議你 你是屬於不能還完的那一種 因為你一還完事情就來了 喔 欸老師這個見解 所以我的房貸一直都在 就是保持一個有在大漏財的狀態 但是其實那個漏 還是漏給自己 搶破存錢了 他那一種 等於說有一些人的命格是這樣 就是說你就是注定會跟銀行打交道 比如說你會想說我趕快把它還完了 要把這個跟銀行的這個債務關係把它解除 但是你這個運並沒有解除 等於說你結束了這個房貸的部分 但是 他的命格也許就是屬於這樣子 所以以景文來講 我覺得你適時的背一點點 小小的這個銀行的貸款 我覺得對你的財運是有利的 對啊我常常都覺得很開心 就是 可能 可能錢不在啊什麼都要換完 可是 就偏偏會有一定的事情來考驗我 聊一聊 但是你到底有多不順 你經營兩次餐廳的生意結果都很慘 問題是我們聽說 你在桃園開的義大利麵嘛對不對 說你那邊說你那邊麵好吃又大碗 然後其實公平滿好的 其實開店的時候很多演藝圈的朋友 都很鼓勵啊 都去吃飯啊 然後就是都很鼓勵我 然後因為我在開店的時候 通常我就是先推掉演藝圈的工作 就是不拍戲啊 不上通告 然後就專心的兩三個月 都在餐廳裡面工作 就是我每天都洗碗 都洗到那種手破皮啊 然後然後就是很忙很累 然後剛開始開店的時候 一個月大概都五六十萬的 就是營業額亂忙好 可是等到一離開 就是沒有專心在店裡面工作 就馬上營業額變成二十萬十萬 然後幾萬塊我真的傻眼 那連收支都不能停 是啊 就是開始就是賠錢 然後遇到的partner就是 我覺得可能我遇到的partner也都是有一些問題 對 就是可能他們就是 我覺得他們是可能開店來兜錢的 我後來才發現到有一種人是這樣 他不是專門在經營餐廳 他不是 他是開了店之後 然後他集結了一些股東 比如說我告訴你說一股五十萬 然後集結十個人就五百萬 他開一間餐廳 然後他告訴你說他多有經驗 就是超級會講的 店一旦開下去 剛開始還把生意興隆還不錯 製造一個假象 然後呢過了三個月四個月 開始生意就跌下來之後對不對 那就股東就受不了 他覺得說開始賠錢 我就要拿錢出來 那他就要開始退股 那有人退股 他就會去跟別人講說 我們那個股東誰誰退股了 這還不錯 然後因為我們股東裡面 有藝人啊錦雯啊什麼的 就拿藝人來當一個招牌 那當然大家聽了就會覺得 有藝人那應該是透懂 然後就這樣一個一個慢慢進來 就是還是會有人 陸陸續續的加入 所以我覺得這樣子的人 我真的覺得非常不可取 真的 市面上很多就是 揪你做生意的這樣的人 這朋友這哪裡認識啊 這是什麼樣的朋友 他是我二十幾年的閨蜜 二十幾年閨蜜 那你怎麼會 你是二十幾年都不認識 都不認識 沒有做生意沒有利害關係 可能真的就會不知道 因為朋友都很差距 我覺得錢是最容易 讓人家看出一個人的關係 真的 對 而且就是 我覺得他 因為他真的太會講話了 他太會講話講到 而且我非常信任他 我信任到什麼程度 我信任到餐廳給他經營管理 牌棒被換掉了 我都不知道耶 是我朋友要去吃飯 他想說 怎麼都找不到那個餐廳的看棒 然後他說 這只換名字了 連名字都換了 他說你看棒是不是換掉了 然後我才打電話問他說 怎麼回事 他說 讓我們看出來 這個就是裡面建築物是 代表一個人 樓梯是一個人 所以你的朋友跟你 好像是同學 哇好好的 這叫閨蜜 所以閨蜜就會這種叫閨蜜 她每天好像 喂 你的想法跟我一樣 澳門思考都一樣 我們要為你賺錢 我一定會幫你賺大錢 我講得很好聽嘛 但到最後 她就離你在遠遠的 她跟你有距離 所以這個動具 這個動具 就是你跟她的距離 她在謊言在騙你的時候 說你也不會自己 我說怎麼都找不到 那個餐廳的看棒 然後他說 欸你看棒 連名字都換了 他說你看棒是不是換掉了 然後我才打電話問他說 怎麼回事 他說沒有 因為之前那個名字可能不太好 換了一個名字 所以看棒也換掉 因為她換了別的股東嘛 她得要重新洗牌 對 所以其實也是我自己 真的太信任太信任她了 我非常信任她 我信任到我把我很多朋友 都介紹給她 結果她還跟我朋友借錢 結果我朋友都罵我 他說你怎麼交一個這樣的朋友 還介紹給我們 對 妳後來妳也退出 退股嗎 對啊 我就 妳有沒有拿回來 當然沒有啊 她外面都牽一屁股在 那妳這樣丟了多少錢進去 其實陸陸續續做生意 也賠了真的好多錢 好幾百萬 天啊 賺錢好辛苦 賺錢就賠錢好快 對啊 還有員工來跟你要薪水 也不是經營者 我真的覺得超瞎的 但是妳是一個明顯的目標就對了 當然啊 股東裡面有一個景文是藝人 我不對他對誰 對 就是我有一次我臉書 收到一個訊息 是一個公讀生的媽媽 她寫臉書來跟我要她女兒的薪水 她說她女兒已經在那邊 好像做了一個禮拜五天的工作 然後呢就離職了 然後那個店長說會算薪水給她 結果昨天去店裡發現到店沒有開門 對 然後就跟我要薪水這樣 可是其實我已經沒有 經營這家店很久了 那怎麼辦 給不給 沒有 我就跟他說 我會幫妳處理 我會幫妳跟那個人說 那但是我真的覺得很抱歉 因為這個店我已經經營了很久 但是我沒有對外說明 因為我想說每次做生意都失敗 我自己也覺得很丟臉 所以我想說就低調 就是沒有太大肆宣傳說告訴大家 其實我已經沒有做生意了 妳這是做人的厚道 想說不要講 怕講了 她都已經很慘 怕她講了之後她更慘 可是妳不講之後 人家欠債討債 都找別人找不到都來找妳 因為妳是公眾人物啊 對 其實我發現到 我應該要早點講是因為 不要再讓她去拿這個店 然後再去到處去招搖撞騙 對 雖然我不知道她有沒有騙 但是還是很多人心甘情願 那當然我也知道 她可能被錢逼急了 但是其實後來 我有寫一個訊息給她 我說其實我也要 有失去這個朋友的打算 但是我要告訴她 因為她有兩個小孩 我覺得她要做小孩的榜樣 我覺得要腳踏實地做人 不要 就算被錢逼急了 其實她努力做餐廳 努力的賺 她也是很會賺錢的啊 可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她也沒有賭也沒有吸毒也沒有幹嘛 我不知道她為什麼欠這麼多錢 她欠超多錢 她就被錢逼急了 怎麼前一陣子 我看一個新聞是 妳去大陸投資房 妳是同一個人啊 妳是她 然後還是什麼 南寧是不是 光聽到南寧這個名字 妳心裡沒有警局 我跟你講 我覺得她非常的會講話 她超級會講話的 超級會說服人 然後超級會 就是講得很美好 後來我也才知道 其實她賣給我們這房子 是因為她的朋友買了 發現到房子有問題 她跟她朋友說她會處理 所以來找我們 把這個房子買下來 果然這房子真的有問題 因為我們前繳了兩期還三期 頭期款 她繳第三期的時候 發現到房子的名字不是我們 蛤 妳已經在繳錢了 繳錢了 妳沒看賣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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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嗎 對啊 然後買了之後呢 你租給人家 你每個月的收入啊什麼 然後他們還可以幫你管理 然後你大概五年 你就可以把這個錢賺回來了 他就是這樣告訴你 那我們就覺得那時候可能 可是簽約你要自己去簽約啊 問題是你跟他的代銷公司簽約 他就說後來房子的錢 他說被他的朋友也都拿走了 然後他就只跟我說他也被騙了 就這樣 所以你能怎麼辦 好啦 其實講起來喔 騙子永遠都存在 壞人永遠都在 只有就是說 我們自己世人不明 假設 對啊 我們自己真的運勢低啊 世人不明的時候就會碰到這樣 是 對啊 運勢低賭到的都是貴 這個話就是經驗之談 真的 來 冠宇老師 我們就來看看 什麼樣的不良風水格局 會導致我們容易被騙錢 對 就是這樣 運勢低都會堵到鬼 這個就是說鬼呢 永遠都存在 所以我們要很 很敏感的知道說 我最近好像運勢有一點低 就要小心了 有時候命運在低潮的時候 你明明都會判斷應該是這樣走 但是你運勢低潮就是 就是常常就會聽信那個 是錯的路線 對 沒錯 這就因為你家的環境 你居住的環境 或是你的辦公室的環境 它就一股能量在牽引你到走到 那個下去 往下左下坡的路線走 所以環境影響我們人生命運裡面的 財富失業非常重要 所以有時候你不要以為說 所以有個住就好 住的品質一定要注意 住的環境一定要注意 品質尤其如果我們要做大事業 要賺大錢的時候 如果你居住的品質非常弱 那你的事業你要飛房騰塔 不可能 能夠穩定 能夠有飯堡就夠 那當然很簡單 但是只要溫飽那很簡單 但是要賺大錢 你一定跟你環境要特別小心 尤其很多人住了之後 換了一個房子之後 常常好好的 但到最後 本來擁有了一千萬兩千萬 一個億兩個億 到突然間 負債一個億兩個億的 很多 因為我看過很多客人這種狀況 所以我曾經就有碰過的案例 都在我們今天講的案例這種狀況 是說容易讓我們被騙錢的 不良洪水割擊 常常建築物會怎麼樣 我們在蓋房子的建築物它會 第一個是建築物外掛樓梯之載物 這是一個建築物旁邊都掛一個樓梯 老師這是有一種把安全梯坐在屋外 對 這就很多建築物在掛的 其實他不一定要掛在這樣子 他為什麼掛的時候 有沒有看到這個樓梯跟這個房子 是有洞具的 對 有耶 好怪喔 很多這種狀況 這建築物愛做怪之後 為了它是美 這是一種美感 其實它是一種設計 對 真正的這個樓梯是要靠在牆邊 對啊 怎麼會懸空 那樓梯要幹嘛 就是安全梯它就走出來之後 走一個平台出來 要下外面的樓梯旋轉 那我們建築物基本上這個樓梯 應該是靠在牆壁的 就是在外面安全梯那是對的 那不會有風的流動 那這個安全這邊有空缺的時候 風就會在這邊陷 空氣風在陷的時候 那就是代表缺割了 是 缺割這一棟房子跟樓梯 是兩回事 那我們看出來 這個就是裡面建築物是 代表一個人 樓梯是一個人 所以你的朋友跟你好像是同行 哇 好好的 這叫閨蜜 所以閨蜜就會這種情況叫閨蜜 她每天好像 喂 你想往跟我一樣 後面思考都一樣 我不要為你賺錢 我一定會幫你賺大錢 講得很好聽 但到最後 她就離你遠遠的 她跟你有距離 所以這個動具 這個動具就是你跟她的距離 她在謊言在騙你的時候 你也不會自知 但是她永遠是走個跟你是分差的 只是屋頂上 因為這個有沒有看到 只有屋頂接上去的 只有接過那一點是 只有那一條去引導 我們是好朋友 我牽著你 隨時可以給你摔手 這手一摔了 太完了 所以你會被騙錢 常常出這種狀況 所以建築物的外觀 有些掛這個樓梯 有時候工藝房子很多 在台灣的大陸最多 這種大陸最多 中國大陸裡面 他們常常有時候 建築物畫得出來 很大批的房子 他可能為了這個樓梯 還要給隔壁洞 共用的一個樓 隔壁又接了一個引導 又到這裡 有引導下來的樓梯 也會這種現象 就像我們去香港很多商場 有沒有這些商場做外接在外的 對 同樣道理 所以說你看的是這種 但那也是跟商場引導的回廊 也是這種道理存在 所以當我們去買房子的時候 一定要那個獨立體制 方方政治的時候 樓梯的東西 不要另外再加了一個出來的 再接出來這樣 加出來一個好像一個美感的東西 就會導致住在這裡面的人 很容易就被 常常很多事情被騙 所以會官司訴訟一大堆的 導致這種狀況出來 所以要特別注意 使這個明星 第二個我們可以看的是 他每天 他不然殘 對 而且有揚言要破流痠 而且那時候常常出現在我學校 然後我那時候 我每天也是覺得很痛苦 你知道他跟媒體動作 那時候我跟他心目告 都瘦啊 他那時候有說要不要 每個記者跟我說 菁姐 他們跟我半月半月三 第二個我們可以看的是 明堂有小人探頭之載物 什麼叫明堂有小人探頭 我們看到這個圖是不是 這一棟房子的這一個 這一個突出物的是 在這一棟房子的後頭 是在他的後頭 對 他不是在 一棟房子的時候 我們看過去的前面 一棟大樓之外 它外圍在遠方 又有一個出來一個樓梯的屋突 突在的上頭 那我看過去的時候 那就小人探在那邊 隨時在你的明堂 我們房子的前面叫做明堂 我看過去看到這個東西 就那裡一個小人 天天在歸探我 歸探的時候 歸探的時候 有什麼稍微一點錢 我現在都接一點錢了 他就有路要讓你用錢了 所以就要來騙你的錢 所以說當你的房子看過去 對面不要又有一個 一個建築物突然間 那個屋突不是在這個建築物 是又在這個建築物的外圍 一個建築物在這裡 又外圍在那裡 你看過來說 這邊不是在這個建築物裡面 那這個小人他每天在看著 你注意你 你今天又去通告 今天又接這個節目 你今天又怎麼樣 又賺很多錢 今天又入帳 你不講好像他鬼都知道 自然而然就會覺得 鬼會勸動他 自然而然就會騙 所以就會容易被騙 所以說我們在建築物 這個台北 也台北市 我們大都市的房子裡面 很多都建築物 最多這種狀況 所以一定要很小心 大都市的房子 這種最多 那你這種東西 你要不要剛好 在你的房子的前面 我住在這裡的時候 我前面他才會外圍 那沒有跟你沒關係 他是剛好這個水平線出去 這一棟樓 我這講的這個台 這個出去的前面 是在這裡面 那一定有事 但在外圍的 你就不用擔心 所以我們在找一個房子 要租一個房子 或是買一個房子的時候 你一定要特別注意 有這種名堂 有小人探討的 這種格局 一定要特別小心 不然的話 像這種狀況 只要一有錢 馬上就會有事來 你就是 不是被騙 你也有可能 就會發生一些 莫名其妙的 要把你這筆錢 有損耗掉 所以這小人探討會這種狀況 所以說 住的格局一定要非常明 不然的話 你常常就是容易被騙 所以風水上 還是要注意的 居家環境一切 前後左右 都會有問題 只是來自於不同的位置 有他不同的解釋而已 有可能 他並不是變 在前面是小人 他如果在你側邊 有個你的左右手 就代表你的左右手吃定你 在後頭 可能你最向心的老闆 到最後把你全部吃掉 所以都會有狀況 有些掛位會 會代表我們金錢的損失 有些掛位會產生 就是我們身體的狀況 所以有特殊的突出 對我們來講 都是不好的 所以抓住重點 我們看過去 是一片很平洋的 我看的是一個公園的 看都很舒適的 沒有那種特立的 建築物的物體的 都是好房子 但是不經一事 不長一事 對不對 金文 你這七二連三的被騙 有沒有讓你得到什麼樣的 教訓 智慧 經驗 其實我覺得 我就學會就是放下吧 因為如果再去追究 我覺得人生都已經 我現在都已經四十幾歲了耶 我再去追究那些 那我人生是不是過得很不快樂 所以接下來的 我覺得要為自己 就是要過得很開心 就是朋友還是可以交 但是真的不要有任何的金錢上 或者是做生意上的往來 我覺得就不用 而且我其實這件事情 我更看清一點就是 我應該更專注在我的演藝事業上 因為這才是我可以賺到錢 就是我可能去拍戲 去上通告 主持節目唱活動 去經營餐廳我真的從來 我做生意都沒有成功過 因為這個不是我們熟悉的事情 對 我覺得 我真的覺得像國修老師 真的說過那句話很有用 就是人一輩子做好一件事情 就功德一件 所以我真的覺得 我就把我的演藝事業做好 不然你看 所以妳是想以後還投不投資 我再也不投資 因為我覺得太傷 太傷本也太傷情 因為我傷心 真的 你看 朋友沒了 然後 然後 真的我覺得好丟臉 真的覺得就是 我比較難過的是 因為他還跟我朋友借錢 到現在他還沒有還 以後如果說 就連朋友都多累了 所以妳的朋友 也會跟你 稍微有一點抱怨 說妳幹嘛 介紹這樣的人給我 我朋友是還好 他不會太責怪我 只是他當時跟我的朋友借錢的時候 他還跟我朋友講說 不要跟我講 那我朋友就傻傻的還借他錢 蛤 他為什麼沒問過你 他是你 因為他跟他講說 你千萬不要跟警察講 因為他很 他真的很會講話 所以你不知道他怎麼說服別人的 你知道有些人的那種善良 是 就外表的善良 是你真的沒有辦法想像的 可是內心真的是魔鬼 對 真的很可怕 其實很多觀眾朋友可能會覺得說 你說這樣 眼塞老眼塞地 我比你更痛苦 對不對 你的辛苦我們真的懂 我們趕快來請教湯老師 老師 很多的觀眾朋友真的跟我們一樣 很容易在這個事業上 財運上面卡關 我們是不是有什麼樣的密法 可以幫助我們補充一些正能量 然後幫助我們大家能夠 擋著一些災難然後招財 然後這是很快速有效的 好 那當然我們在風水上來講 我們常常要風生水起嘛 才會有財運啊 那其實呢 我們也有句話的名詞叫做 山管人丁水管財 其實呢我們人身上也有風水 當你覺得運氣不好的時候呢 這個山管人丁呢 山就是我們的人體 那水呢 你看我們人是70%是水做的 所以呢水呢 就是也是養命之源 如果人體呢也缺水的話 不僅財運缺 而且呢你這個山啊 人體呢健康也會失去 所以呢你不要到最後呢 人才良失喔 所以呢今天要教大家一個小密法呢 就是呢要讓你喝出財運 喝出好運來 其實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常講水很重要 其實水呢就是帶你的健康 你可以把帶一些不好的晦氣啊 把它帶走 然後也可以把我們的原神呢 弄得很光彩 那我們先講水有多重要 第一個的話呢 如果你把能量水呢 人體補充好的話 第一個你的能量會提升 而且會淨化你磁場 第二個的話呢 也會穩定你的情緒 釋放壓力 為什麼如果我們人喔 太乾的時候呢 其實你會發現 好像人會變得很疲勞 是 好像代謝也不好 對不對 然後最主要的話是你壓力 無形的晦氣也會增加 你會很不舒服 所以喝水很重要 再來就是說呢 因為喝了水之後呢 你的皮膚呢 光澤度也會很好 其實呢 從面向來看的話呢 如果一個人的皮膚太乾的話 他很老入命 長期很乾的喔 他完全會不眠不休 然後就要一直做一直做 真的嗎 錦雯的皮膚會稍微乾了一點點 非常 對 越乾越牢獵 那保水度越好 對 是喔 而且保水度越好的話呢 它也比較不容易曬黑 而且我們講 因為那個白色皮膚呢 越白的話 它貴氣比較多 真的嗎 我走到那個保養品專櫃的小姐 一看我說 我等你很久 最滋潤的這一罐 最保濕 保濕的都要給你 沒錯 所以你看我們人體如果缺水的話 影響很多 你看你的面色呢 也會很難看 再來的話第四個呢 好就是說你可以遠離很多的病痛 無形的病痛也會遠離 然後第五個剛剛講 氣色 人見 人愛 所以呢我們常把那個身體的水分呢 補充夠的話 你會有五大的好運呢 自然會來 那今天教大家一個小秘法 既然要喝出好運來呢 其實呢我們選擇 裝水的容器就很重要 那用什麼容器呢 其實呢可以教大家 比較有財富能量的容器呢 就是土跟金 土跟金就是像黃色 金色 白色 還有銀色 金色 這些呢都是跟招財能量 或是把這個財富去起來的能量有關係 那我今天呢示範的一個呢 就是這個是白色的 這是我自己在用的保溫杯 你可以用白色的一個保溫杯 對 那保溫杯上面的話呢 其實我們知道水呢 它本身有記憶的能量 所以呢你平常如果在喝水的時候呢 你也可以在要喝的時候 可以默唸那個黃財神行咒 那如果你覺得我唸這個咒 好像有點難也不太會 其實呢你可以 你可以上網有沒有 把那個財神咒把它列印下來 像我自己呢是把這個財神咒呢 把它貼在轉印到這一個保溫杯上面 好棒喔 對 它變成就是一個財水 每天呢我都跟財水呢 接引這個能量 因為水本身有記憶吧 因為水本身有記憶吧 哈哈哈哈 沒問題 到最後可以做一個送你這樣 然後錦紋 然後先送錦紋這樣子 要解除它的勞碌命這樣子 好 那其實呢 教大家就是說 你可以呢上網呢 就是列印這個財神行咒 那你要列印呢 49個 行咒下來 然後像我這個的話 我自己設計的話呢 中間呢還會有一個天園地方喔 然後我還寫上了就是八方財來 重點是這個圖案呢 你旁邊四方呢 你還要用前臂的圖騰 代表呢把這個財庫呢 鎖起來的意思 所以呢 只要每天呢這樣用的話 你會發現說 在喝水的時候 每天接引這樣的財氣 然後呢匯聚而來喔 然後等於說有時候 你不會念財神咒的話 這個瓶子上面 就有很多的財神 幫你守護 所以你不僅喝出好運來 然後呢也喝出好的財運 對 所以這樣的小秘法 給我給大家參考囉 是喔 好棒喔 好棒喔 他這個就先送給你們 這麼好 做好就先送給你們 好好好 真的謝謝 謝謝你們 喔喔喔 鏡頭廣告馬上火 那我就在他的這篇文章下面寫說 大家留言請小心 這個人很可惡 他告了很多人 所以就是留言要很小心 那他就看到了 所以他就把這圖結下來 他就告我 妨礙名譽 那是不是 你們都沒有指名道姓 你們都沒有指名道姓 沒有指名道姓啊 這告我 比較好笑的是 因為我貼了很多彈性 唉唷 好好玩 好好玩 來 例經 很漂亮 又電影明星 電影咖 賺錢投資有賺錢 但是就是感情 人生都有一個 都會卡一個 對啊 感情 感情是我的罩門 唉 妳之前有一段 已經有14年 14年應該都很穩定啦 就是14年啊 他也就是從 上班族 然後接做公司的總經理之後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就上市了 他就變成上市公司的總經理 很好喔 之後變上市公司董事長 我跟他分開了 為什麼 我後來發現好像 我慢慢不懂他 因為他從不跟我聊他的事情 然後 好 親起來是有老婆的 沒有沒有老婆 真的沒有老婆 然後到後來是 真的已經變成是親情了 他把我保護得非常好 就是 其實我是一個很動很外向的人 可是他是一個很安靜 像宅男宅男的意思 然後後來覺得好累喔 我就覺得他在我旁邊我好陌生 然後也加上說他不想生小孩 所以這14年他真的對我很好 對我呵護有加 還有對我家人 我就一直覺得說 其實是像已經結婚的關係 就是說很穩定 很穩定出去玩 你知道像我 我這個人比較動 我到泰國一定要玩水 我潛水的人 可是他不玩水 到泰國你知道我們玩什麼 椰子樹下喝椰子汁 那也就算了 他就是喜歡拿著一個地圖 還不用電腦Google 他就喜歡那種老派要拿著地圖 然後去找廟 然後我就去泰國拜了很多廟 我就想說 你交了一個佛系男友 不是 我就覺得他喜歡那種 去找尋的感覺 可是我去泰國我就說 我就是要陽光空氣水 我要按摩要SPA 你要按摩回台灣去按就好 我說我想玩水 你要玩水自己回台灣去玩就好 然後我就一直去泰國拜了很多廟 可是因為我都想說 他那麼辛苦我應該陪他 那可能我不說 可是久了我自己覺得我好累 因為完全 他好無聊喔 也不然說沒有自我 你會慢慢的就是 應該是泰國的菩薩有看出來 他保佑你分手分手分手 可是我覺得他真的對我好 對我家人好 只要我覺得他把我捧在手掌心上 但是有說他其實有像你求過婚 有我本來認識他 我是要結婚要生小孩 可是因為他不生小孩 那不生小孩我就覺得 我有點被阿耽誤了40年 最終的這個目的跟這個感覺 其實是不一致的 我後來覺得說如果今天要結婚 就是要成立個家庭 成完整的家庭 對要有小孩 你不要生小孩 我幹嘛跟你結婚 對你有沒有問他為什麼不要生 他就不要生 你一分手之後你就先去動軟 有這個新聞 有 我就去動軟 因為你也怕年輕過吧 真的很想生耶 對啊 我就一跟他分手之後 我就去自己就約了醫生 去檢查軟子舒 結果後來我覺得老天對我很好 他竟然說我那時候四十幾歲 他說你的軟子舒很健康 馬上動 然後我也馬上可以取到軟 當然 很漂亮都已經有機會了 追求者還是有 那後面又來了兩朵爛桃花 一個曾經我來上節目 那時候我遇到一個 那時候進來叫我要小心 就是說他 我認識他四五天就跟我告白 然後比我年紀小 然後就是說 他講到一個點子 說我知道你最怕什麼生小孩 有我們就生沒有你有動軟 為何賺錢我們去怎樣怎樣 那交往了七八個月 因為我覺得很Man 我覺得男生你敢講我敢相信 有一次我去潛水 後來才發現說 原來他外面已經 把人家弄大肚子了 在我要回來那一天 那個女生已經 就是知道我要回來 早上去登記中午 中午驗課晚上就去度蜜月了 然後我還一直被騙 而且是全家人 什麼啊 對 他也不想結束你這一段關係 對 然後之後還要來騙我說 因為對方得了厭食證 他要救他 然後什麼愛的是我 我說那你幫我當什麼 他還要跟我在一起 他說什麼 還跟我說把那個 吸引人氣對白講說什麼 在感情世界裡 不被愛的才是第三者 然後後來我沒有理他 原來我一直被劈腿 那情證的時候 是不是有一個民意代表 是不是 那一段是我們先看到狗仔 以為你正在熱戀中 因為在百貨公司裡面 兩個人很親密嘛 所以那時候還覺得說 歷經好棒喔 又遇到一個還不錯的男生 又好像感覺 愛的陣農的時候 怎麼沒多久 這男人問題這麼多啊 我就跟他說 我是一個公眾文物 你怎麼突然間在公開場合 對我做出那種舉動不好 他做什麼做的 就從後面就是 什麼 大聲一點 不好直說 就是做得很 比較親密的一個 擁抱的動作 男生從後面 從我後面擁抱 擁抱這樣子 然後捏得很近 對啦 因為他的動作會覺得 他應該是有狗公標 那是什麼 那是什麼 是因為有看到有狗仔 在拍才做這個動作 因為我跟你講好不好 還是什麼意思 因為他有看鏡頭 我完全不知道 因為去 就是那一天 我在廁所門口 等他十分鐘 我說你幹嘛 人家百貨公司都要關門 所以我才趕快拉他 說趕快走 然後突然之間 他就跑來這樣 我後面熊抱我一下 我就馬上把它打開 我說不要這樣子也會看 他說哎呀你不紅啊 反正沒人看 可是後來那個 被狗仔拍到 然後他是有看鏡頭 他說他有看到人 有一個女生怎樣 我說你看到 你為什麼要對我做這種動作 後來我就要跟他分手 那要分手才發現 有這麼多問題 那我這個月還要去 面對關係 其實談這個感情太不堪了 因為我的關係 媒體也透露他很多不對的事情 就把他也會把他挖出來 因為我覺得最奇怪就是 當我被狗仔拍到這個 我一定是保護他 我一定說 我講他是誰 因為這畢竟不是很好的形象 你如果說你要參選 結果他怪我說 你為什麼不說我是某某某 我說這樣好嗎 對啊你需要嗎 他想紅啊 結果後來我跟他分手 我後來覺得他不對 所以我跟他分手 他自己去跟一週刊爆料 趁我去大陸工作 然後就爆料說 我跟他在一起 其實我已經申請保護令 所以我跟他看秀琴說 一切難過又過 我秀琴沒來 沒有沒有 請問對不起 我有認真在聽你講話 因為我其實我在 我在幾個月前 我大概 我的保護令9月份來 我在9月份之前 我每天以淚洗臉 然後我甚至於 都要看進行跟醫師 因為我很害怕 他每天 都會來禪你嗎 對 而且有揚眼要破流痠 而且那時候 常常出現在我學校 然後我那時候 我每天也是覺得很痛苦 我也沒有想到說 談一段感情會這樣訴諸媒體 然後又官司 又官司 我現在還要單獨的去面對他 可是我覺得 其實我有時候覺得說為什麼 為什麼 我為什麼會那麼倒楣 因為我覺得 我也沒有用錢啊 我只是 只是想找一份 真的是 真的是 跟喜歡的人在一起 可是 我沒有想到我會被利用 我從來沒有想到我會被利用 我也沒有想到 怎麼會 因為媒體的關係 我也知道說 他很多東西都造假 然後我也沒有想到說 我人生第一個保護令 是這樣情況下申請 我也沒想到 我人生第一個 要上法庭 是因為這樣的因素 可是我覺得說 也許這次老鐵給我的功課 我的眼淚已經乾了 我已經告訴我自己 不要再哭了 因為如果不是我 可能會更多女生被騙 你知道我在FB 有些女生來告訴我 她是不是怎麼樣 她怎麼騷擾她 很多跟我求救 女生來 她是慣犯了 她性騷擾別人 之前新聞都有報啊 這可以留下來 這個陳囊震 這個很好用 有都有 她性騷擾別人 可是又一度消費我 當媒體問她說 妳為什麼要性騷擾別人 然後要跟人家雙胸 她就對著鏡頭說 因為楊麗金小姐的關係 我決定怎麼樣怎麼樣 我心想 妳騷擾別人 看我什麼事 就是 我覺得我 我覺得我這麼辛苦 打拼 然後我這麼辛苦去生活 我這麼辛苦去念書 可是我卻被她 一直無止盡的消費 我 我真的不希望我的名字 再跟她連載款 好無奈喔 可是我還是要面對 只要 因為人家不知道她誰 沒錯說楊麗金的前男友 我也因為她這樣子 我大陸的工作有兩個 人家說楊麗金好像瘋了 在吃 吃精神科的藥 我那時候是因為 我被她嚇到睡不著 你知道那種騷擾事 從九點打到隔天的九點 每十分鐘打一通 我一個人很害怕 我也不敢給我媽知道 然後打來就 就在那邊耍流氓 說她學法律的 要告來告 那一下子說 要找人來破流帥 一下子說 我看妳能夠哄到什麼時候 一下又要道歉 我真的覺得 我真的覺得 我已經告訴我自己 不要再哭 只能勇敢地面對 這是老天給我的功課 我該面對要面對 我相信還是有很多好的人 只是這個是我必修的 然後後面媒體 一直揭露她很多事情 那為什麼 而且對妳都是好的啊 因為對妳都有幫助 而且我也謝謝這段時間 很多社工 現代婦女基金會 大家都很棒我 那我也覺得說 我希望到了我 然後就不要再有下個女生 ZACKFB跟我求救 你知道她跟媒體兜售 我跟她的心力照 都瘦啊 她那時候有說 要不要 每個記者跟我說 菁姐 他們跟我半夜 半夜三年 妳都幾歲人 妳真的有讓她 拍這些照片嗎 那時候是被她騙說 在我家 她說她 她要給她爸看 她現在有多幸福 還要折肉肩膀而已 那可是她 我覺得媒體朋友 真的對我很好 她說 她半夜給我說 要不要親密照 我說妳怎麼樣 她是不是有偷拍啊 還好我沒有被她偷拍到 她的前女友被偷拍 她前女友有告她 後來又撤銷了 因為每個女生 我不知道她用很多方式 她也一直要來跟我求和 可是我說我絕對不撤 因為如果這樣子 她又會慣性 她又會慣性再去騙別人 是 對啊 裡面要擺一堆玫瑰花 紅色新鮮的玫瑰花 你看這裡面擺兩棵玫瑰花 新鮮的玫瑰花在哪裡 玫瑰花精的那個花的粉精 就是代表能夠帶給我們什麼 愛情的憧憬 代表我們一股很強的好的愛情 關於老師來教教我們 什麼樣的好的良好的這個風水布局 可以幫助我們遇到一個好的這個歸屬 好的對象 所以第一個我們介紹的方法是什麼 在宰屋內部正希的掛位 在宰屋內部正希掛位 就是說你拿一個直北真 在你們家裡面房子的中心點 或是你臥房的中心點 臥室的中心點 量說希在哪個位置 所以在那個掛位裡面擺有什麼 法羅與書本 法羅代表什麼意思 法羅就代表 我看這個圖 法羅代表是名譽 名聲 名聲 書本代表智慧 所以你要這個名聲名譽 好的名聲名譽 還有叫書本 就是代表你有名聲又有智慧 當一個男女當中 你要求到一個好的歸屬的時候 尤其女性朋友 你要有好的歸屬 你的名譽非常重要 你的名譽還有你的智慧 你名譽如果沒擺好 你名譽當中 不好的時候 未來會當你很大的障礙 所以這樣 立正在我們中心裡 未來你會面臨很多的挑戰 對人生裡面你走過的路 必留痕跡 那你留過痕跡之後 尤其現在是一個網路世界的時候 這種痕跡很難消除 所以這位人生現在有空欠 我們現在年輕人 有時候有些事情 要走的路一定要很小心 因為現在不像過去 沒有網路世界的時候 什麼東西都可以隱瞞掉 都可以蓋掉 現在蓋都蓋不了 一個小小之間 螞蟻叮到都會跑出來 所以特別注意到 對 要擺在哪 一定要擺在正西的瓜位 西就是少女味 少女的憧憬 讓你有智慧 你有這麼好的憧憬 想要擁有一個愛情 但這種你要找到一個好的歸宿 你要邁入豪門 那這時候 你一定要好名聲出來 你如果沒有一個好的名聲 你沒有很好的智慧去挑選 到最後你是失敗者 所以說我們最好的方法 就在你臥室裡面 很簡單的 這個滑樓很容易就買到 很容易就找到 書本很容易就有 家裡面隨便都有書本 金裝本就來擺一本成 你最喜歡的 對不對 你就給他擺上 就放在你臥房的 或是房子裡面 整個大格局裡面的 正西的瓜位 擺下去以後 你對一個愛情 你自動會選擇 該跟他交往 還是不要跟他交往 你會很明顯很判斷 直接你就告訴他 我們不要來往 我們製作朋友 普通朋友就好了 就只在那個地方 自然你就成功了 所以說 這個求起 我們遇到好歸宿 是最好的方法 又不要花很多本錢當中 也等於家裡面 當一個裝飾一樣的 自然帶來一個人生 一個很好的歸宿 帶來很好的隕石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是 床頭擺有圓滿 欣欣相應 光耀天地人的一個白花 這種東西是什麼 我們的擺有圓滿 圓滿就這一個缸 玻璃缸 是一個圓的 欣欣相應是 裡面要擺一對玫瑰花 紅色新鮮的玫瑰花 你看這裡面擺兩朵玫瑰花 新鮮的玫瑰花 在那裡 玫瑰花精的 那個花的粉精 就是代表 能夠帶給我們什麼 愛情的憧憬 代表我們魚主 一股很強的 好的愛情的吸引力 因為你有擺兩朵花的時候 新鮮的 對新鮮的花 那裡面因為這個 玻璃缸裡面會放水 所以你擺了兩朵之後 這個水花會在那邊開花 一個禮拜 卸了再換 那重新鮮 你在那裡面的時候 你就可以有那個 花的香精出來 有你就會孕育出來 你對外一股很強的吸引力 而且這種吸引力 因為有兩朵花在這 一對在這 就代表你所追求來的 都是比較好的 比較利 對我們有利益 都是好歸宿的 不會那種爛蘋果 所以一定是好蘋果 不會爛蘋果 那這種狀況 就能夠帶給你 但是只有 相對的時候 還缺少 你一定要光耀天地人 就是你要照亮你的愛情 你有愛情的 你如果不照亮 很容易你還會有那個 芭樂找你 不是只有蘋果找你 那個芭樂來找你 就是一個麻煩 所以要照亮 就三個組 三個蠟燭 所以這裡面 所以天地人 就是三個 我們玫瑰精油的那種蠟燭 玫瑰精油蠟燭 放在裡面 那個架可以點在裡面的時候 讓它熏在臥房裡面 可以放在水上的 或是裡面 你用個架子 給它架在裡面就可以 那這種狀況 在你的空間裡 你的臥房空間裡面 有這個 照亮著你的感情 你的愛情的時候 你就會尋找出一個最好 最完美的一個異性 來當你的男女朋友 那所以這種氣場 是很難去處理 但是你一定要去做 你去擺設 去弄好 你有這麼完整的東西 自然而然就可以 你帶那一股莫名的 你想不到了 我怎麼這麼好運 所以你想邁入豪門 就這麼簡單的 就邁入豪門 所以說 我們要找一個好歸宿的時候 這個很簡單 就可以在臥房裡面去做一個 不用豪門了 它對我好就好 所以你有一定要把 家裡面好好的佈局 才能夠帶給你一個好的歸宿 不能你那個歸宿 永遠不會成立 真的嗎 你是談到最後 你談到最後 永遠不會進到最後的步入禮堂 所以要三個蠟燭 兩個玫瑰花 對 兩個玫瑰花 在水上 對 在水上 水代表感情 有那個感情才會發揮出來 有這種這一段的愛情 很容易就找到好歸宿 很容易有結果的 提供給各位做參考 謝謝老師 錦雯你最近也有官司啊 沒有啦 那官司是好幾年前 因為我 我很假保險耶 我就是好心幫忙別人 然後那個人就告我 就是他那時候 他就是寫臉書訊息告訴我 就是要我介紹我的經紀人給他 因為他簽了一個小男生 然後希望幫他推動 就是找戲拍啊什麼 那我就介紹了 那也幫他的藝人 就是找到戲劇的工作什麼 就是真的是幫他的忙 真的從頭到尾就是 就是都在幫他 可是後來就是 他就是一個很怪的人 後來他就是那種過河猜橋 就是完全不認帳 就是完全不認 你幫過他的所有事情 那我覺得這樣也就算了 然後有一天就是 有一個經紀人在臉書上面 寫了這個人的行為 所有的行為 他不講名字 其實大家也知道 他在說的是誰 那我就在他的這篇文章 下面寫說 大家留言請小心 這個人很可惡 他告了很多人 所以就是 因為要很小心 那他就看到了 所以他就把這圖截下來 他就告我 妨礙明慮 你們都沒有指名道姓 你們都沒有指名道姓 沒有指名道姓 這告不成吧 比較好笑的是 因為我貼了很多他的新聞 哎唷 我覺得我有時候 某個程度真的還滿白目的 然後結果就出題那天 因為就是有很多記者來訪問 那我因為我這個人 我就是很說實話 那我忘記 我又跟媒體不知道又說了什麼 他又告我第二次 那還假的 對對對 就截入這個新聞 然後又告我第二次 蛤 他就一直在告我 我沒有請律師 因為那時候就是 我有很多的證據 就是可能line的留言 包括很多什麼 就是我都有 妳沒有請律師啊 我沒有請律師 然後我就都有留下來 然後我就影印兩份 又給法官一份 然後我自己留一份 然後我就按 就是一定要自己出庭 我就按時出庭這樣 他都沒有來 我都請律師耶 我不想見到他 妳也不一定會見到他 因為他也不一定會出庭 會啊 會啊 他不出庭他會 好啦 結果妳這官司結束了 就早就 其實已經結束 他告訴我 告了我好幾次 他還在演藝圈嗎 在 那個人啊 應該在 我不知道 那個親戚人 我不知道他現在在不在演藝圈 我不知道他在不在 對 然後我就是有出庭 我就把所有證據 就很快 因為 就是一個月就判下 就是 不起訴處理 不起訴就沒事了 他告了很多人 你知道他為什麼會告很多人嗎 因為他藏過甜頭嘛 結果他贏了 然後對方判賠他15萬 對 所以他可能就覺得說 告人其實是 所以我真的覺得太累了 跟這種人就是真的太累了 我就遠離他吧 是 好那你從這種事情以後 有沒有 學到什麼教訓 在臉書留言都要說好話喔 不能說壞話了喔 真的 被告 真的 真的喔 真的喔 對我們就來幫大家分析 大家都要注意哪些手面向的人 容易有一些官司來產生 這真的好煩喔 是我們常講命運命運喔 其實呢有些人的命格呢 就會招攬很多的招黑體質 那有些人是運氣的關係呢 會招黑 所以如果你本命有招黑體質 然後運氣也有招黑的話呢 那表示說這個流年跟命 湊在一起的時候 你就會很嚴重 那我們今天看這個的話呢 第一個就看面向的部分 一跟二呢是看面向喔 如果你的面向呢 本身的公位有這個問題 表示你命格當中本身就有這個問題 那如果是呢氣色所出現的 所呈現出來的 那就是這一陣子要特別注意 好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第一個呢就是爛桃花像喔 如果說你的臉向當中呢 比較會有些爛桃花的臉向呢 就是夫妻宮喔 夫妻宮的話呢 就是看桃花的位置 那就是太陽穴的部分 如果這個地方呢本身比較凹陷 或是呢常常會抱一些青筋啊 喔我也有凹陷 或者是呢他的那個氣色呢 本來就是比較昏昏暗暗的 哇那個立金的夫妻宮 還蠻窄的 蛤蠻窄的啊 蛤蠻窄的啊 對啊我就是啊夫妻宮 對夫妻宮很窄 到他髮際線這個地方有沒有 其實呢一般女生的夫妻宮呢 最好是要超過兩 有兩個手指頭是最好的 蛤兩個手指頭 對對對 你對就 憑良心講 我長得漂亮的都很窄 你很窄耶 我好寬喔 對 對啊 好窄 對所以說 那怎麼辦 尤其呢那個立金 這個地方有沒有 比較高 顴骨比較突出一點 所以呢相對他的夫妻宮呢 會更顯的凹陷 所以像這樣的問題的話呢 就是說在感情上 特別容易遇到一些糾紛的問題 那假設呢 如果這個地方本身就凹陷了 然後這個地方呢又常常 可能最近的氣色啊 出現一些發黑啊 發青的感覺 那我都還沒有 代表感情的糾紛呢 在這段期間會特別的浮現上來喔 那還有一個看法就是說 如果你從你的下眼睛 臥蠶的地方 從這邊開始這樣黑過去 如果是最近產生的 黑到這個夫妻宮的地方 代表說呢 你會有桃色糾紛 所以呢這陣子一定要控制 你自己的慾望 最近沒有 尤其男女之間的一些慾望 你個人是要把它控制好 可是我沒有啊 這個沒有吧 化妝看不出來 可能這方面慾望你比較沒有啦 就是比較佛心喔 所以那個佛性這樣子 好 其實基本上來講的話呢 如果說你是本身呢 這臥蠶的地方呢 開始發黑 不是過敏的現象喔 就是可能最近發黑 然後這個地方又黑黑的 黑到這個太陽穴的部分 就要特別注意這個爛桃花 甚至於呢 跟性愛會有一些糾紛的關係 要特別注意了 那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糾紛項 這個糾紛呢 會找他掉頭寸的人 會很多例如說 啊 錦雯你多幫我一下 或是說呢 我這事業上有點困難啊 你可不可以先借我一點錢 當你借他錢的時候呢 可能借了這個錢還沒事 一借了之後 哇 發現說很多東西 都跟你連帶有關係 就剛跟錦雯姐講的一模一樣喔 所以像這種的 比較會有一種錢財的關係 而且小龍比較特別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糾紛項 第二個的話呢 這個糾紛呢 比較偏向於買賣房地產的糾紛 像這種的話 就是看我們的這種田宅公 田宅公的話就是眼皮這個地方 就是眉毛跟眼睛中間的位置 這個地方呢 如果你本身有一些疤痕 或者是有一個很明顯的痘痘 然後都不會好的 這種的話就是買房子一定要特別小心 因為你比較會買到一些有問題的房子 你那個懂得好的痘痘嗎 這裡有一顆耶 對 就是房子的運啊 或是財庫的運比較不好 像這個的話代表就是財庫 如果這邊有一個疤 代表說你這一輩子的財庫都很容易有破損 然後買房子的運氣也會可能 買到一些有糾紛的房子啊 漏水啊等等的狀況 必須要去處理 但是呢如果有這樣的面向的話呢 其實也不用太擔心 例如說你還是可以買房子 只是說你可能買房子的時候 你就不可以太倉促 你就要一直看一直看 白天也看晚上也看 好天氣也看 然後壞天氣也看 所以你要比別人更認真的去做功課 那因為呢也是因為存不住錢 所以你的錢財呢也要死存活存 一定要去定存 或是買一些長期的保險 然後這種的話才可以真正把錢財存下來 那第三個的話呢就是你的首相的部分 其實三跟四呢 如果你的首相有出現這個現象的話 表示說你人生當中呢 那麼特別容易遇到過河拆橋的人 第三個的話呢就是利益紋 利益紋是怎麼樣呢 在哪裡 特別跟錢財有關的 就是生命線末端分岔 這個叫旅行線 可是呢如果它分岔的地方呢 剛好從中指的下方 這個地方就手腕線的正中間的地方 叫砍掛 砍弓的話 我的手腕一模一樣 真的嗎 老師老師這會不會讓大家以為說是 副生命線或者是 就我們講的那個生命線就是 副生命線的話是單獨獨立出來的 例如說副生命線是這樣子內彎的有沒有 多一條 比較長的 都是從上面才開始分岔的 那這個是從末端分岔的就不是 末端有一點點小 對這個末端分岔呢其實它也叫旅行線啦 錦文有嗎 一模一樣啊 你給導播看一下 那是拿我的手畫的吧 哎呦喂 一模一樣啊 你看那個 老師那就算了吧 對那就是 它那個 彎字的差文 對 這邊有沒有 下面 對這個這個這個 一模一樣 所以呢像這種文化呢 它也叫旅行線 如果說當你人生遇到一些障礙的時候 多出國旅遊 這就把它轉成旅行線就好 對很多人說貴傑的嗨罪有沒有 貴傑的孩子就坐個飛機啊 然後渡個河啊 然後過個船啊什麼 這樣之類的 欸 像這種可以貴傑的 要不然直接搬到國外住 會不會比較好一點 也很適合國外生活 或者是你可以多跟外國人交往 對 來不及了 來不及了 只能是我了 對 那你的另外一半不是導遊嗎 對 所以要常常多出去旅遊啊 對啊 也很好 所以呢像有這種的話呢 代表什麼呢 它比較容易遇到一些金錢上的修紛 那些小人不斷 例如說 會找他掉頭寸的人會很多 例如說 啊景文你多幫我一下 或是說呢 我這事業上有點困難啊 你可不可以先借我一點錢 當你借他錢的時候呢 可能 借了這個錢還沒事 一借了之後 哇 發現說很多東西都跟你連帶有關係 真的真的 就剛剛跟景文姐講的一模一樣喔 所以像這種的 比較會有一種錢財的官司 而且小人不斷特別注意了 第四個的話呢 就是 小人的紋路 哇 這種就是幫到忙的 就是呢 如果你的食指的根部呢 如果有一個 往上的這樣的指紋 很多的 沒有 如果越明顯的話 就越多小人 有一條 代表你有一個小人 越多條 三條以上 代表說這一輩子當中呢 你都會把小人錯當貴人 其實有時候這種手紋的話 他自己本身呢 會示人不親 代表什麼呢 就是他職場的官非會比較多一點 有時候可能會被人家利用啊 例如說啊你去幫我跟老闆講說 要加薪啊 或者公司哪一些地方不好啊 要去改善 但是呢 這個人被推出去之後呢 他一講 所有的壞的事情呢 都要到他身上了 然後這種是屬於一種 被責任的紋路 如果有這樣的手紋的話 一定要特別小心 我好像也有 凡事不要強觸頭就可以了 有嗎 你那不算啦 來 馬上有請艾菲爾老師 進行塔羅詹姆 大家站一下未來一個月 我可以心想事成嗎 來 老師 好 來關心一下 我們自己的未來一個月 可不可以呢 心想事成 這個部分呢 就考慮大家的運氣了喔 那麼一二三四五呢 每一張牌都是蓋住的 那請大家 1 2 1 第一直覺做選擇 1 2 3 4 5 好 我們來請來賓 以及觀眾朋友 一起來做選擇 直覺 好 來 3 4 4 4 好 黎晶 我3 2 好 黎晶 3 嗯 小和來 4 好 5 好 每一個朋友以及來賓 都選好了 我們現在來為你公佈答案喔 那麼我們從前面往後面公佈 看看未來一個月 你的心想事成指數有多高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一號牌 現場沒有人選 是觀眾朋友選的 你選到一張牌 是塔羅牌當中的吊人牌 那代表什麼意思呢 代表是 時運不計 還要努力喔 好運指數60分 所以呢提醒觀眾朋友喔 你的目標還有待加強 還有待努力喔 那麼未來一個月呢 還不是轉運時刻 就請你多多努力加油 再來我們看一下 選到二號牌 是我們的湯老師 以及觀眾朋友喔 選到二號牌的朋友呢 你選到了塔羅牌 當中的什麼牌喔 選到了國王牌 還不錯喔 那麼這張牌代表什麼意思呢 代表是 貴人相助 而且身光加薪 好 欣賞 好 欣賞 好 欣賞 觀眾朋友如果說 你選到這張牌的話 未來一個月就是跟老闆談加薪 而且呢 你身光的機會很大喔 請你多多的加油以及把握 那我們來看一下 選到三號牌的是 我們的利金以及觀眾朋友喔 選到三號牌呢 是塔羅牌當中的什麼牌 選到一張世界牌 是個大美女喔 這張牌其實跟我們利金 蠻像的喔 謝謝 來這張牌代表是 未來一個月適合出國旅遊 而且呢 心情愉快 好運指數有70分 滿棒就走了 對 因為剛剛利金也說了喔 未來一個月剛好要出國去工作喔 對 那麼選到這張牌代表說 出國善心獲得了遠方的貴人以及幫助喔 又能夠賺得貴人幫助 又能夠賺得遠方的財富喔 整體來講就是出國運 心想事成 再來看一下選到四號牌喔 我們的這個賭鈴哥 以及我們的景文觀眾朋友喔 看看呢 未來一個月心想事成的指數有多高 你選到了討論牌當中的戀人牌 還不錯喔 那這張牌代表是 感情穩定 而且心花怒放 好運指數90分 整體來講呢 戀人牌它其實就是一個家和萬事心 家人也會比較平順平安喔 情感感情都非常的穩定 值得恭喜你 再來我們看一下選到五號牌 是我們的陳老師 以及我們的金城姐以及觀眾朋友喔 選到五號牌 未來一個月獲得什麼樣的好運喔 是猩猩排喔 也是一個大美女 看看這張牌 代表是未來一個月的什麼樣的運氣喔 是偏財運好 100分 哇 進去精采喔 所以呢觀眾朋友恭喜你 是一個好運100分 好的好的 來 我們好運大方送我們觀眾朋友們 我們要抽出一名幸運的觀眾朋友 送一組八方來財 黃財神保溫組 哇 請上品也好 我們來認同官方粉絲也參加抽獎 參加抽獎喔 對 就有機會獲得 現場 這兩瓶先送給我們來賓好了 太需要了 好需要 好需要 好啦 謝謝 謝謝 怎麼念啊 多喝水 多喝水 上我們的官網老師齁 老師把那個 咒語放到 咒語 教你們怎麼念 好來謝謝老師 也贈過兩位了 謝謝 好也感謝你的收看 是要同一期的請準收看 命運好好玩 掰掰 好棒喔